首次上稿,16点55分更新时间,18点14分 记者前立中台北报道,台北地检署侦办德安航空设诈领民航局补助金屋原案出现重大进展 检方上月一诈七等罪积压进检德安航空董事长郭自行获准后 郭鸟出前董事长戴利俊,金主德安美利信事业提董事长黄春发等人 才是涉嫌制造财报亏损并占领补助的幕后黑手 戴利俊日前获100万元交保后 检调金展开第三波搜索并约谈黄春发等四人盗案 检调金兵分五路搜索,约谈黄春发等三名嫌疑人 令约谈一名负责该公司财保签证相关业务的姚姓会计师作证 除黄春发之外 令二名嫌疑人分别是前美丽华总经理赖月星 设参与德安航空不实交易的境外公司负责人奖人金 检调调查 德安航空获得的补助款不少 自2005年起标下10年离岛航线经营权 每年补贴甚至高达1亿元 令每年还有一千万的奖励金 但检调戏毒补助计划 内容包山包海 除有人事支出 维修费用 还有部分明目特殊的私人花费 疑似指造价亏损 即以向民航局请领更多补贴 福报金额可能超过5亿元 检方根据日前已被积压的郭自行的公诉发现 德安航空自2005年起的相关申请补助等业务内容 居使郭自行与黄春发等人商议后而定 黄春发当时为德安航空的实际负责人 置于先前获100万元交保的代理郡 则为民意负责人 民航局为了照顾里岛偏乡居民 设立大众运输事业补贴办法 民用航空运输业经营里岛航线将入金办法 透过补贴款鼓励航空公司经营此类赔钱航线 德安航空1994年成立后 以投标方式争取台东、兰宇、台东、绿岛、马公、西美、高雄、旺安等航线 民航局评选后认为符合资格 隔年予以补贴 两年多前 民航局接获检举 指德安航空涉嫌福报支出 造价亏损黑洞 再据此向民航局申请补贴款填补 民航局派集合员到机场维修棚查核 为发现补贴计划中奴隶的申报项目 认为检局有可信度 随即向检调报案 黄春发身为美丽华皇家的成员 为皇家二房黄荣华的赤子 黄春发所主导的德安集团 不仅入主上市的制和运输及美亚钢管 经营版图还扩张至德安百货 德安航空代理双龙汽车及美丽信酒店等事业